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最近這兩個星期 行程多多到處搞他的公關show 在今早他率領了一大班官員 走到上大帽山的樹行山 到底搞哪一科呢? 他在自己的Facebook就這樣說 說今早去到大帽山郊野公園 為漁護處的人員打氣 也探訪了經營茶水艇二十多年 深受行山人士愛戴的年姐 年姐他熱愛郊野公園 也熱愛香港 他和我分享了2016年寒流集港的時候 他在茶水艇連續四十幾個小時 不眠不休地工作 支援紀律部隊拯救被困市民的往事 令人深受感動 你也懂得感動嗎? 林鄭? 以為你只懂得對著鏡頭流鱷魚類 林鄭難得從禮賓府山長水遠到大帽山 當然不會只探訪連姐 他聯同環境局局長黃錦聲 以及漁護處處長梁紹輝 一起進入郊野公園 說要了解公園的管理服務 以及防控工作 他說了解到上個月 全港各區的郊野公園 行山以及遊覽的人數 上升了兩成半 在這個非常時期 人流增加 林鄭說要感謝漁護處的人員 緊守崗位 加強了清潔和衛生的工作 保障市民健康 他又呼籲市民在這段時間交遊 應該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但是政府新聞處幫你拍攝的照片 就已經是穿了崩 林鄭就是為市民 樹立了一個非常之差 和非常之惡劣的榜樣 你一行二十多人 竟然是全部不設防 什麼防護裝備都沒有帶 那些市民是不是會有樣學樣 個個以為上山 就真是空氣非常清新 而且環境又空曠 沒事了 相信政府 你也是這樣做 你作為這個地方的行政長官 你也帶頭做壞規矩 而且你那些呼籲 就是自打嘴巴的 什麼叫做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根據世衛 即是林鄭最推崇 被置最信任的世衛 他曾經在駐華代表處 發佈了一些指引出來 就說每一個人在社交場合都要保持距離 而這個距離是多少 是至少和他人保持一米的距離 特別是在外出的時候 你有沒有做到這件事 你林鄭 整班人全部是 嘩 一團 你又一齊走 他一齊走 笑口齊齊 這個就是含笑富皇傳 告訴你 完全沒有一個防護意識 沒有一個警戒的意識 如果有些猛人信了你這個林鄭的話 那他真是窩可 好了 還有一件事 你林鄭連續兩個星期 馬不停蹄地去做這些公關秀 你為了什麼呢 是不是為了這個建制派創造有利的氛圍呢 是不是為了能夠讓你自己再坐一回 所以就這麼積極呢 你做這些公關秀的目的是什麼呢 完全不敢踏足醫院半步的 一邊就周圍說幫這個打氣幫那個打氣 而且你又不叫那些傳媒去採訪 往往就是找這個政府新聞署 幫你做完那些線稿 拍完那些美照 就交到那些傳媒那裡 就幫你登 而且說起政府新聞署 有些人就分不清政府新聞署和香港電台 政府新聞署就真的是特區政府的官媒 這個就是沒有編輯自主的 沒有新聞自由的 總之特區政府給了什麼指令 他就報導什麼 而香港電台就是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它是享有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和編輯自主的 所以那些藍絲就不要搞錯 將兩樣東西混淆 以為你香港電台是資公堂 為什麼不是特區政府補教護航 因為這個角色是由政府新聞署所擔當的 是不是呀 猛餅 接著就說回這件事 你特區政府搞這些公關秀 周圍去探訪這個 又說要視察哪裏 林鄭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這些其實根本就是你一手造成的 香港為什麼會傳入這些東西 就是你不肯去實施入境管制措施 昨天袁國勇教授又踢爆你了 原來他在1月25日的時候 當特區政府將應變級別提高到最高的緊急層次的時候 袁國勇教授就說 曾經建議特區政府要控制邊境 但是當局就沒有接受到 他估計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特區政府認為香港是一個開放型的經濟體 於是托托拉拉直至1月30日才實施局部的邊境管制措施 去到2月4日就再進一步壓縮跨境的人流 這個就是袁國勇教授踢爆你了 當初你又說要信任這些專家組的意見 整班廢官容官一味走出來為特區政府補價護航 就說特區政府所有的決定都是基於科學的 而不是基於政治的考慮 現在為何會拖拉至少至少有6天呢 而且在1月30日的時候 你也是局部邊境管制 你到目前為止 你都沒有做到全面管制 是不是 經常說要聽專家的意見 對聽的人就聽到 不對聽的人就當聽不到 這就是特區政府 過去兩個星期 林鄭頻頻頻出席這些公關秀 很明顯就是應驗了他向中央提交的那份工作報告裡頭所說的一句 就是要把疫情和選情都轉危為機 就是要為立法會選舉扭轉的形勢 現在他就是扭進6人來做這些事情 但是成效是怎樣呢? 我真的很懷疑 到底是讓你視察和探訪的那些人 心底裡是否真的對你心悅成福呢? 還是只不過在鏡頭面前就為為樂樂 到你一轉背馬上就炒蝦拆蟹呢? 我真的非常好奇 因為根據民意調查顯示 你無論在民望方面還是支持率方面 都是沒有什麼起色的 其實你做這些表演已經做了兩個星期了 是不是他自己一廂情願呢? 如果是就好笑了 將這群建制派和他又重新緊密地綑綁在一起 就要他們不准再為了選舉而批評特區政府 那就好了 現在就握在一起了 那這群建制派就不用再在議會上辦事了 罵政府罵得那麼辛苦 根本上你所有建制派的政黨 都是在這個行政會議裡包覽了 民建聯就有張國軍和葉國謙 工聯會就有王國健 自由黨就有張宇仁 新民黨就有葉劉淑儀 根本上你們就是政府內閣的一部分 不要想著很輕易地 就可以跟特區政府的所有行政責任割蓄 尤其是葉劉 想著我只不過在行會裡提供意見 不能夠幫特區政府負責 如果是的話 就麻煩你這幾位建制派裡的 新兼立法會議員的人馬上辭職 你是辭職 你不辭職 你就是在認同特區政府的決定 你就是在附和特區政府的政策 這些不用裝作 如果你真的不妥特區政府 神早自己就扯了 怎麼會眷戀權威和眷戀的薪酬呢 八萬三千零五十元 鬥得很過癮嗎? 當然你有責任 行會是行集體負責制的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這一隻 就是新兼行會成員的立法會議員張國軍 他就受到美方的邀請 去到美國出席一些研討會和座談會 他在美國那裡說了什麼呢? 他就狠批這些美國的議員 他到底說什麼呢? 他就說部分美國國會議員對香港的狀況都不了解 在他的認知當中 美國有很多國會議員 連HKSAR的SAR代表什麼呢? 都是錯的 大家知道是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但是有些美國議員 就不知道A代表administrative 以為是代表autonomy 即是代表自治 完全的自治 喂 這個人是說錯了一個字 你只是說簡稱給別人聽 別人不懂得說有多出奇 別人看的就不只是這些東西 而且高度自治 就是基本法裡頭承諾了 當然你後來就說高度自治 就並非完全自治 你就玩這些語言藝術 在這裡玩一大餐 但是美國人就不會看你這些東西 你答應得香港你有自治權的時候 麻煩你給起碼基本法承諾了那些高度自治權 那些的剩餘權力 到底有沒有有效地運用出來呢? 還是有些行政長官 他根本上是自閹有權不用呢? 而且北京對於香港的干預 是去到哪一個層次呢? 別人全部都會看的 不只是說串錯一個字 不懂一個字的傳寫 就代表他不了解香港的情況 張國均大議員 你自己也曾經說錯過 說北極有企我 那實情南極才有 這些就是非常微細的錯誤 那微細錯誤就不值得拿出來批評 我就不知道你罵別人的美國議員 是罵什麼了 他還說到 如果美國堅持進行制裁的話 就會令到香港盡忠職守的公務員 日後的工作是綁手綁腳 可能就要看著 Donald Trump的Twitter來辦事 以免得罪對方 從而破壞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也損害了美方在香港的利益 呼籲華府要臨艾立馬 不要好心做壞事 我就不知道你那句好心做壞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人家搞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好心嗎? 那當然是好心 我覺得 但你沒理由說他是好心的 這就有些政治不正確 而且你還好意思說人家的制裁 就會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 到底過去二十幾年以來 哪一個才是破壞香港高度自治的元兇 大家就心知肚明 美國弄這條法例出來 真真正正落實制裁的行動 就是會代表破壞高度自治 人家的法例寫明 就是誰破壞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他才會實施制裁 就是要你對現基本法高度自治的承諾 怎麼會人家實施制裁的決定的時候 就會破壞高度自治呢? 到底在過去二十幾年以來 哪一個才是破壞高度自治的真正元兇? 大家心知肚明 張國均大議員 怎麼會這麼沒有水平的辯論 你都說得出呢? 好心你便接著吧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